HELLO 大家好,我們是 逃走暴博 很高興可以加入新鮮看 Once to Watch 和我們一起來發現更多的新音樂吧! 一開始我跟裴瑞是念同個大學的 然後他是我的學長,我們唱唱還蠻多階的 所以我在大一的時候他其實已經大四了 然後我們其實沒有很多交錯的時候 但是有一次在社團的慶同演 就是這種舊劇上面碰到了 然後我就一直記得我們是個貝斯組 然後後來我想要主樂團的時候就找他了 一開始也試著取很多名字 然後就開始想那自己身邊有什麼好東西 然後就想到就是我們各自的英文名字 然後就在選用詞的英文名字當作這個基底 後來就發現就是我小時候的名字Bug 他翻譯成中文的字型是我很喜歡的 就看起來有點戳戳笨笨的 然後就決定那我要用這兩個字 可是只有這兩個字 聽起來很不像一個樂團 然後就在前面再加一個形容詞 然後那時候很紅的日劇叫 《月行調集》正在播放 就是一直很喜歡這個影集 然後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就是 喔!這個逃跑雖然可恥 這個slogan好像還蠻喜歡的 然後就把他的逃跑兩個字截取下來 就變成逃走 然後我這樣 當初是 我跟詩成是先在我們社團裡面認識的 那其實 那個時候我已經快要閉夜了 那詩成就是剛好是大一興盛進來 那我們就是剛好有個機會 在社團的一些聚會上就碰面 那後來詩成他就想要玩一個團 他可能想要做一些 呃! 邓杰或Jimpop那些風格的 那他就在社團的 呃! 我們的那個社團裡面去爭論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好像滿興趣的 然後我就加入了 那後來因為 我們原本的鼓手 他就有其他的因素 他就離開了這個樂團 那 剛好 呃! 有認識其他鼓手的朋友 他就說這次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那時候就算是做一個 小小甄選 然後邀請一些朋友啊 他們來試看看 好看看彼此的氣合都怎麼樣 那後來 我這就跟我們滿搭的 那 在那之後 我們這個三人組合就成立了 創作的事情其實滿自私的 沒有說要 讓別人感受到什麼 其實多半都是 自己感受到什麼就說出來 然後其實 嗯 因為別人的感受 和自己的感受不見得 我覺得永遠都不會是 不可能會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 好像在 我自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也不會太去想 呃! 我想要讓別人感受到什麼 多半都是把自己的感受 附加在上面 我寫歌的時候 其實不太會想要讓別人感受到什麼 就是想要讓大家覺得 喔! 一個很好聽的搖滾樂 然後 在聽的時候 會很舒爽的 我就是想表達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希望可以 再出下一張專輯 也是越快越好 因為我們已經 就是把第二張的歌都寫完了 然後也覺得 就是最近寫的歌 就是更像自己了 因為之前的專輯 已經涵蓋了太多年份 新的專輯是在 最近很短的時間內 凝聚出來的 就是這一年內 所以覺得 是更像現在的我自己 然後 很希望大家能看到 我們的新歌跟新的專輯 我最近 在學台語 呵呵 就是 台語 這個語言 就是雖然是說 說是 一種雙嚴的感覺 但是 在台灣 算是一種 逐漸被忽視 快要 快要凋零的語言 然後 甚至在我這個年齡 很多人都已經跟他去講了 然後最近就有 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最近 很大 就是花很多時間 在看台語影片 然後在 學他的拼音那些 有沒有的 就想讓自己台語好一點 嗯 首先呢 我最近 呃 比較常就是在打電動 我會玩炸彈 雖然 過了一陣子 不過 還是在玩那個 其他的話 因為剛好住杭州 然後離西湖蠻近的 然後有時候就會在 就直接出去繞一拳老天 在西湖附近走走啊 我去計較他使用 趴山這些 我覺得 我的興趣一直 就都是 很看電腦 很看手機 荒廢人生 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最近 很常一天那個 周杰倫跟 周慧妹的不該 每天都一直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從何 就隔離的時候 好像 YouTube就是 強硬的推播給我的 然後我就強硬的接受了 我就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每天就是 在聽不該 沒有歌單 一首歌 不該 周杰倫在後面不該 我其實很喜歡絕食樂 就是我平常花非常多時間 在聽絕食樂 甚至於 大魚搖滾歌很多 我最近很常聽的一個 是一個 已經過世的很偉大的 鋼琴家 Chin Korea 他有一個 專輯叫做 3 Quartets 是一個 蠻現代的 modern jazz的專輯 我最近 剛好 陳天靜出了一個 三個單曲吧 就是青青 然後他有三個版本 然後最近在聽那個 那另外就是 在聽 Catros的 之前的一張專輯 好像是 16年的吧 就是 唯一一張 因為他 其他日 EP 很神秘的一張 只有在 Apple Music上面 上面有 嗯